佛佛,大家好,我是李季千 欢迎来到我的美国西雅图直播间 大家还记得我曾经在台湾雷藏寺介绍过 这一个在佛教里面特别有意义的转经纶吗? 只要顺着时钟方向转 然后把这转经纶上面的咒语或经文练出来的话呢 你就能够观想哦 这咒语和经文呢 传达十方法界的一切众生 皆能够得到这咒语的加持 这里是美国西雅图雷藏寺 所以刻在这转经纶上面 它就是我们的根本传神上师的莲花童子心咒 我很喜欢转转经纶 那那一天我见了一位男客户 他就跟我说他读了我介绍的这一本 我根本上是第129册走入最隐秘阴阳界的这本书 他读的是中文版 这本书也有英文版 Entering the most hidden阴阳 realm 他读了这本书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嗯 师父 我读了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之后 我有这样的一个领悟 基本上他就叫我们说 众生啊 不要造恶 因为所造的恶呢 一切的恶果 你都得因果自负 众生如果所造的一切善呢 一切的善报 他也能够得到 就是这样的啦 师父 我听了之后 我是说 不是耶 师兄 看来您误解走入最隐秘阴阳界这本书的故事了 他也让我想起我最近遇到的一位女性众 她说她信佛23年了 很久的时间对吧 可是她信佛23年里面呢 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皈依 那我就问她 我说您说您信佛 那为何你没有想要皈依三宝呢 她就说 我觉得我信佛就好了 我听到佛经 我心里面会觉得很舒坦 会比较舒服 我比以前好很多了这样子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不是的 如果您说您信佛23年 可是至今你从来没有皈依 你也没有认真真的去选一个法门来修持 严格来说 你从来没有信过佛 我个人对于师尊的这一本 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的 很多人听到这个最隐秘的阴阳界 以为讲的可能就是一些灵界 跟人间之类所发生的种种的因果故事 但是师尊在这里 他写了一个记 这里 大家有清楚看到吗 他讲说 愿我提着雷霆万君之笔 一化阳 二化阴 让整个阴阳界亮晶晶 我认为师尊讲的这句话 其实是说呢 从这不同众生的种种因果故事里面 带我们进入 不是他 不是这个所谓十方法界的阴阳界 而是走进你心里面的那个阴阳界 人的心里面可以这么说 有魔性 有佛性 有阴 有阳 阳当然就是佛性 阴当然就是魔性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善缘 我们自然会变得比较善 我们遇到恶缘的时候 自然我们就很难免的会造恶 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就是要你在读这些种种的因果故事的时候 你要去看的是你的心 你想要修行有成 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您的弱点 什么是你这一世面对最难过的一个诱惑 也就是说你遇到这个诱惑 你很难不会犯戒 你很难不会起贪嗔吃 那你只要一起贪嗔吃 你难免就会造业 如果你的人生当中造的恶业居多 你想想看 你人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 你是往上升还是往下堕难 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要你去懂你的魔性是什么 懂您的佛性是什么 然后从中一一的去修断它 我认为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有一个故事给我最大最大的一个起物 就是里面的上师猫的这个故事 还记得吗 我曾经有在一个影片里面提过上师猫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刚好就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这一间雷藏寺里面 真人真事 有一天大家发现到 不知道从哪里西雅图雷藏寺 突然间有一天多了一只猫 而这一只猫呢 它非常有灵性 它知道这些动物不能够进入 这个雷藏寺里面的那个大殿 因此它就会在外面徘徊 而这一只猫非常的有灵性 它居然懂得去大礼拜 就是礼拜坛成三宝等等 而且法师们呢 就看到这一只猫这么可爱 这么有灵性 它们就带它去到师尊的面前 想要帮它皈依师尊 那师尊为这只猫念上师 念着四皈依心咒的时候 这只猫居然也会好像生懒腰一样的 在师尊面前一一的顶礼 师尊跟它摸顶 跟它灌顶的时候 它也很乖巧 一动也不动 它们就为它起了一个法号 叫做莲花小猫 是一个戒律严谨的猫 它有两个地方是不会近的 一就是这里的雷藏寺大殿 二就是在前方的雷藏寺饭厅里面 它只是走到大门口 坐在大门口旁 它也懂得恭迎师尊 恭送师尊 每次师尊去到饭厅的时候 这只莲花小猫 都会在那里恭迎师尊 师尊吃饭要走的时候 它也在门口那里恭送师尊 每次坐大礼拜 屁股一翘 两腿 前腿一趴 这个就是莲花小猫的大礼拜 它也懂得后腿站立 前腿一合 前面就真的好像合掌一样 非常非常的可爱 而且它还管起了西雅图雷藏寺这里所出现的小动物们 它会去管老鼠 它也会去管松鼠 不给它们偷吃龙王亭龙神的供品 也不给它们打乱这里的一切的设备等等 有时候有一次 这个来了一只狗 这个狗到花园那里弄坏了花园 这莲花小猫还会用 这样子抓了那个狗的鼻子 而狗一看到这莲花小猫 也变成很怕很怕它了 大家就觉得说 这只猫很熊壮 很聪明 很伶俐 很威武 有一天 他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它上师猫 有一天 师尊看着这上师猫的时候 刚好对上了眼 发现到这上师猫的双眸深不可测 里面仿佛藏了很多很多的秘密 师尊在看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影子 哇 这个时候 师尊才发现 原来 怎么可能会是它呢 这只上师猫的因果轮回 实在实在太全了 有一个晚上 上师猫入梦 入了师尊的梦 告诉了他 他的一切一切的经历 原来这个人呢 他在死了之后 浑身漂泊不定 后来被阴阻 被阴兵 逮到了之后 带到冥王殿 冥王殿看到这个人呢 心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愤怒 就罚他进入了 非石域 Flying Stone Hell 非石域 不偏不巧 廖王出现了 廖王说 此人啊 善有一丝 尽尸之心 明王就问 他的师父是谁 廖王就说 连身活佛 卢胜燕也 明王嗷了一声 点点头 就说 这个人如何尽尸呢 廖王就答到说 有一年呢 端午节的时候 这个人兴冲冲地带了种子 想要去拜望自己的师父 可是到了师尊的家门口 又不敢进去 他犹豫再三 伸手想要按电铃 可是又把手缩了回去 因为他想到 自己是犯了错的一个小孩 他犯了戒律 又是懊悔 又是惆怅 又是急躁 又是品性不端 想到师父会责备他 他又该如何自处呢 因此 他只将那个种子 挂在大门口 转身就离去了 明王就说 这样也算是尽尸吗 廖王说 也算是 明王叹了一口气 就把这个浑身交给了廖王 廖王后来就说 对着这个人呢 他说 你师父自你死后 日日寻你寻不着 你愿意去见他吗 这个人点点头 说我愿意 这廖王就说 一切重新来过 不要怪我 要怪的是怪你自己 后来廖王就给了他 一件白色的衣服 这件白色的衣服上面 有很多颜色 这个人穿了这件衣袍之后 身子缩小 缩小 变紧 又变形 等到一切清楚明白之后 这人已经来到美国西雅图 雷藏寺了 他在认清自己的时候 他发现 他已经投胎 变成一只白猫了 这个时候 师尊才梦醒 来到我左手方的龙王亭的时候 看见上师猫 上师猫就向他走来 蹲了在他的腿旁 师尊蹲下头 蹲下来 用手摸摸了他的头 问他 你是不是某某上师 这位上师猫 竟然喵喵喵了三声 忽然 伸长了身子 跳回去 嘴巴咬了一朵花 走到师尊面前 供养师尊 师尊就在想想 不不不不 要再确定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上师 因此师尊就问 你如果是某某上师 你现在就做三个大礼拜 给我看 趁现在没有人 你就做三个大礼拜 给我看 于是 这位上师猫 白色的上师猫 就在龙王亭那里 做了三次的大礼拜 伸长那个身子 这样子 拜了三拜 喵喵喵的叫 回头再看师尊 上师猫 转头就跑了 师尊当然了解 这位上师的心 因为这个人 他曾经是我们 尊佛中的上师 只因为地区的会长 没有选上他 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愤怒 而且他又想要来西雅图雷藏寺 因为心中不符 我选那一种 他心里面还是以师尊为师尊的 但是师尊一向来 对这些事情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去管 他心中就更愤慨了 觉得就是应该我 怎么是别人呢 怎么你们都不关心呢 之类的 那因为这个不满 而某某上师的事情 师尊 当然心里面 还是有几分 想要求的一个应证 因此 师尊就神醒 去到 廖王那里去找他 他就再一次 问了廖王 这一只上师猫 是否是用了密教夺舍法的方式 让他的灵世 进入了这个猫的身体里面 突然间就来 突然间又走 那廖王就说 是啊是啊 师尊从廖王那里得到印证 某某上师真的是这位上师猫的时候 他心中其实也是蛮难过的 因为大家知道 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你想要修行有成 你一定要去知道 你的魔性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永远不懂您的魔性 你没有办法再遇到考验 再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突破 你反而会随着您的魔性走 因而而堕落 从人道堕路到畜生道 以一个修行人来讲 当然不是好的现象 师尊也说 当恶念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实时守着你的菩提心 你如果不懂得守住您的菩提心的话 你要靠的就是 一 积善 你这一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 都是因为恶业而来的 你想要离苦得乐 你一定要懂得积善 如此 你的人生才能够多福 多 多福 多富 才会有更多更多的福报 你积了这个善功 也就是您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也知道 人难免会做错 你做错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靠四力来忏悔 一 忏悔力 你做错了事情 你要去忏悔 让过去的这个恶果呢 你中了那个恶因 让这个恶果还来得及 不要发生 铲除那个恶因 让这个恶果不会发生 一 忏悔力 二 致止力 所谓的致止力 就是你本身要发誓 从今以后不再造业 第三 依止力 你要皈依 一个上师 刚才我讲到那位信众 他说他信佛 二十三年 我说 不 你如果没有皈依 你没有真正修法 你根本谈不上信佛 因为你心中依然没有主 你没有想要跳脱这个轮回 你只不过是说 我听到佛法 我现在心里面就舒坦一点 二十三年了 你如果这二十三年 没有听到佛法 你就不会舒坦吗 应该是这么说 讲得更清楚 给大家明白一点 如果你听佛法 听了二十三年 你为何还是那一个烦恼样 你为何不是应该比较清明 比较自在 比较断了执着 比较看得开呢 怎么看你的时候 还是一年愁容呢 甚至有的人 他也真的皈依了佛法 皈依了三宝 皈依了根本上师 可是当他遇到一些 心理不平的事情的时候 他也会像上师猫那样 想要报复 想要对付这个人 想要去陷害这个人 让这个人在众人面前出丑 又或者让这个人 他没有办法去做 他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百般的去阻扰他 有 而这些人 我也认识一部分 因为有的人呢 曾经也是给我看过八次的 在给我看八次的时候 我老早就告诉他说 我说你是东邪西毒 他还有一种 东邪 我哪里邪 我哪里毒 毒 毒 你心里面 只要没有想要放过 任何一个人的话 你心里就是毒 你觉得你很委屈 你觉得对方 做对不起您的事情 你想要去报复 又或者这个人 曾经帮过你很多 你不但不懂得去报恩 你还想以德报怨 听了别人的一种怂恿 又或者流言蜚语呢 而转过来想要害你自己的恩人 大家想想 毒不毒 毒 恩将仇报的人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对吧 我也有 所以在这种 我们就是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去面对你心中的魔 然后从中呢 把这阴的阴面 阴就是什么 你的贪 你的称 你的吃 你的度 嫉妒的度 你的慢 傲慢的慢 你的猜疑 怀疑的疑 把这些阴暗的阴面呢 让它转为阳 贪称痴 密教懂得用转化法 把它转为阳 我们甚至能够用第四个力 对峙力 修行人遇到魔障的时候 魔常常都会干扰修行人 因此 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其实魔也是众生 魔也是负面的众生 而魔亦是空 这就有如我最近跟大家提到的 其实小人也是另外一种 贵人而来的 我们有这样的人出现呢 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突破 自己心中的贪嗔痴 因为如果你平时说 我修得很好 我觉得我修得很好 可是当你觉得你修得很好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一些所谓的小人的时候 你心中真的不会起撑面吗 你心中真的没有想要跟他们 所谓的闹成一团 互相的因果千禅在里面吗 有时候没有遇到 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修行 原来这么糟糕 对吧 因此我们密教呢 就是用这四个力量 忏悔力 致止力 医止力和对峙力 来帮助我们 能够去行这个积善的夹行 那另外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共模的夹行 第四个就是护法的夹行 有这本书的观众们 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可以多去参考 我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它让我了解到一个道理 学佛我们先走入 心里面最隐秘的阴阳界 认清自己哪里不好 认清自己哪里好 把优点去最大化它 把缺点呢 去转化它 走进最隐秘的阴阳界之后 你要能够走出来 你要能够走出来 把里面的阴化为阳 阴就是魔性 阳就是佛性 我所谓的化为阳就是说 你要能够克服您的魔性 把你阴暗的那一面呢 通通都转为光明的那一面 如此 你真的走入最隐秘的阴阳界 又能够走出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转动 你心中的这个转经轮 所谓的转经轮 不是我们在堂里面 在寺里面 看到的说 哦 这里有转经轮 我来转 我希望这个能够帮助 十方法界的众生 都可以听闻到佛法 都可以得到佛的旧度 等等 十方法界的众生 得到佛法的旧度 那你呢 你也是十方法界的众生 你得到了吗 你真的得到了吗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得到 我今天准备了四个蜡烛 大家还记得 我在西雅图雷藏寺的时候 和联谊上师啊 介绍西雅图雷藏寺的种种种 的时候 他有说过吗 不同颜色的蜡烛呢 能够给我们啊 有不同的祈求 我今天这里准备的 有黄色 黄色代表争议 争议就是增加我们的福 增加我们的会 智慧的会 那白色呢 是代表悉灾 我们的病业也好 我们自己本身心中的 种种种的灾难呢 这个白色是能够帮我们 细栽 红色能够增加我们的 我们的敬爱 人员和和 家庭和和 婚姻和和 同事之间和老板之间 和顾客之间 都能够产生一种大敬爱 祝我们在事业上 能够飞黄腾达 而蓝色 我觉得非常重要 它能够降服 我们自己的 贪 吃 度 慢 移 有的人 因为傲慢 因为多疑 他只喜欢在 佛门外面 听佛 他不愿意走进 佛法的大殿里面 真正的去领受佛法 来帮助他 可以克服 这一世的 种种的苦难 所以他只会说那一句 我听到佛法的时候 我有比较心安 23年了 如果你还是老样子的话 你只是比以前好一点点的话 那这个修行上 其实是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你如果不能够 好好的修的话 你身边的人 就没有这个福分 可以认识到更深的佛法 为什么 因为他看你就是那个样子 他看你都是那个样子的话 他如何相信 学佛跟修法 现在是新加坡几点 我们这里是大概三点 西雅图 七点早上 所以线上就要两百位观众 我今天手上拿的这四个蜡烛 我们一起来供佛 好不好 我特别买来 因为上次说过 这个蜡烛可以烧烛 大概三天三夜 所以线上的这两百位观众 任何有缘 可以看到今天直播的观众们 我们一起来以光明的灯 来供佛 供灯有十大利益 有其中一个利益 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他有说 如果长期有供灯的人 他的肉眼不坏 那也就代表说 你的眼睛不会有疾病 你会有一对健康的眼睛 健康的肉眼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利益 就是供灯之人的功德 能够让你永生 不生在黑暗之处 大家知道什么叫黑暗之处吗 你身在海里面 你永远没有得听佛法 曾经有一个顾客 他跟我讲说 他也是住在美国的 他从外地移民到美国这里住 他跟我说 他很厌眩他的人生 他希望下一次 他能够投胎 做一个大石头 身在海洋里面的 一个大石头 没有生命的一个大石头 我说你傻啊 你读了这么多书 你怎么傻到这个样子啊 你做一个大石头 身在大海里面 给那些鱼啊虾啊 大便在你石头上 有时候 跟这些众生讲话的时候呢 也真的不能够太过的苛刻 他这样讲 你也是跟着他这样子闹呢 希望从这些笑话当中 他能够悟出里面的残疾 听不到佛法的地方是黑暗的 有佛法的地方你故意不要去听 那你的心也是黑暗的 只要你有黑暗 就代表你始终没有走出 这个最隐秘的那个阴阳界 出来吧 出来领受佛法的光明 出来领受你自己心中的光明 让你的心不会丢失 让阳光浇进您的心里 以这功灯的功德呢 希望能够回向给你们 有打火机吗 以这功灯的功德回向给你们 愿你们肉眼都能够健康 愿你们生生世世 都不会生在黑暗之处 黑暗之处包括战争不断的一个地方 因为战争不断的地方 顾着逃亡 他永远不会有机会静下心来 好好修行 好好学佛 黑暗的地方包括 身在一个永远不能够有善知识 来帮助你 来接应你 来让你度过生死的大海 那一些都是黑暗的地方 所以我真心希望 既然跟我有缘的观众们 此生此世都跟我一样 可以得到尊佛的救度 让你的灵体涌在光明之处 师兄 你怎么拿一个没有火的那个打火机 再拿一个吧 再拿一个 可以了 这代表什么各位 这代表呢 最开始学佛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遇到障碍 可能是心里的障碍 可能是身边人给你的那个障碍 但别担心 因为只要您的道心坚固 只要您的心 不会随着静而转 你能够以你的心来转你的静 你永远都能够听闻到佛法 愿大家 以此共灯的功德 能够消除心中的种种障碍 能够增加你这一生的人缘 样子比较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也愿你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 今天西雅图雷尚是晚上八点 美国时间 是观世音菩萨本尊法的同修 愿你也能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 对吧 我们过去 我们在外面 共 因为直播走进去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收信不是很好 前方 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前方就是西雅图雷尚寺的大殿 那我们就在这里供灯 密教的法非常非常的殊胜 他能够把一转灯 化为十个 一百个 甚至千百万一个这样子的供上去 虚米四周病瑞月 画珠珍宝供养佛 种种珍奇诸功德 宵夜数数正菩提 Om 沙温 Grove 回向给今天 电话记 Prevention 在脸书的直播 的观众们 愿他们都能够夜宵福增 藏身在光明之处 能够听闻佛法及修行 立即立他名养两立 走出最隐秘的阴阳界 真正的离苦得乐 感谢伟大的佛恩 伟大的神恩 我们就放在旁边供灯的地方 放逐三天三夜 今天看直播的有福 七早八早 亚洲时间 七早八早都能够和我一起 听我讲佛法的故事 我就放在旁边这里好了 这里也有很多同门供的灯 大家都看到 他们供的都是很大的灯 灯自古以来都代表光明 因为我们人类 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和太阳花一样 都是想要朝向光明的 好了 就放在这里了 感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直播 我是李季千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日六时很吉祥 再见 再见 再见